好 今天呢 我们讲PTO 讲PTO 那么 PTO是个什么呢 或者说 为什么我讲PTO呢 我说一个场景啊 我说一个场景 说 这儿有个客户端 这儿有个客户端 那么他呢 他肯定是要去 他肯定是要去 他肯定要去 绑服务器 服务器 所以客户端 客户端就访问服务器 那么 现在啊 客户端可能 这个你不要写的 我们是不是做服务器这一部分 PEP这一部分 是吧 做好 那做好以后呢 服务器要不要连数据库 要连数据库 下面问题来了 下面问题来了 我将来开发了一个框架 我将来开发了一个框架 我开发的框架 是不是PEP的 我开发好了 我开发了一个框架 开发交给你去使用 我开发好了交给你去使用吧 比如说 比如你看我们 我们讲来学TP框架 学Larrow框架 TP框架 Larrow框架 是不是都是人家开发好了 交给我们使用的 是不是啊 那么假设 我们也开发一个框架 开发好了 也供别人使用 那么 你怎么知道 别人一定是连的马斯堡数据库呢 数据库他有马 他除了马斯堡以外 还有其他数据库的 有这个sever啊 有Oracle啊 有Oracle 还有其他等等的数据库 塞维斯啊 就是说 你比如说 人家开发的Larrow 或者开发的TP框架 发到市面哪里使用 其实人 市面那个 那个 其实TP框架 人家开发 开发者 他都已经早就知道了 就是我 我开发出来的时候 人家人不一定是连马斯堡的 他有可能连马斯堡 但是他也有可能连 Specific 也有可能连Oracle 那么请问 那我这个框架怎么开发 也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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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压根都不知道连什么 连什么数据库 只让他连一个 只让人 那你 那你的东西 能开发 能卖数据吗 我们想一个场景 你有一个人说话 有一个人说话 好多人都能听懂 有一个李白在这说了一首诗 结果美国的 菲律宾的 越南的 他都能听懂 怎么办 这儿一定要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翻译 这儿一定要加一个翻译 就是说你开发的时候 你不用管他 你只跟谁去说话 跟翻译 跟翻译去说话 那么这个翻译 他自动的去把它 自动的 他就翻译到 各个语言里面 自动的去翻译到各个语言里面去 那么这个呢 这个翻译 就叫什么呢 就叫PTO 这个翻译就叫PTO 也就是说 这是PTO大家看好了 它是不是连接数据库的一种方式 嗯 这种PTO 它能连接各种各样的数据库 就这意思 就是你 只要 你只要PHP 你只要戳到谁 PTO 只要戳到PTO 你PHP只要戳到PTO PTO它会自动的去帮你 连接各种各样的数据库 就这样子的 啊 那么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它 所有的框架它的底层链接都是PTO的 你们马上学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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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V框架了 你发现TV框架里面 它也是PTO链接的 我们以前学的MySQLi链接 它只能连什么数据库啊 它只能连MySQL 它现在数据库连不了 MySQLi链接 它只能连MySQL 它现在数据库连不了 所以呢 你要想说 我连各种各样的数据库 那怎么办 那就是要连 要PTO来连 啊 PTO来连 好 那么我们 再 那个描述一下 再描述一下 说 其实啊 连接数据库的方式有几种呢 有MySQL连接 但是MySQL连接啊 在PAP7已经淘汰了 在PAP7之前 都是有MySQL连接的 你看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 在 这个是 在7之前 PAP 这一个PAP 比如说我们5.4吧 5.4 打开PMI啊 肯定F啊 肯定F啊 我们写上MySQLi 有没有MySQLi呢 有 有 有这个扩展吧 有没有MySQL扩展 是吧 如果你开启了MySQLi扩展 就可以使用什么 是不是MySQLi开头的函数 如果你开启了MySQL扩展呢 就可以使用MySQL开头的函数了 你看看 打开我们的手册 手册 手册 好 你看啊 有没有MySQLi开头的 有 你看它有没有MySQL开头的 有没有 有没有 MySQL开头的函数 都 都把它封装在什么地方呢 都把它封装在 MySQL扩展里面 有没有是吧 MySQLi开头的函数呢 都把它封装在 MySQLi 扩展里面 但是呢 7.0以后 这个就没有了 7.0往后 这个就没有了 嗯 这个已经 不再用了 大家以后 如果说到公司里面 看到7大人写了 也不要觉得奇怪 那是D版本吧 5.2 5.0几的版本 人家还是用的 啊 所以说 连接数据库的方式 有MySQL扩展 MySQL扩展 只要通过这个 一致性的接口 就可以去访问了 也就是说 以后我们的PEP 只要去操作PDO就行了 PDO可以操作不同的 数据库 就这么一个关系 啊 这是PDO的介绍 那PDO介绍 那么我们 我们来 那大家来 再来想一想啊 请问 我来问一问啊 这个 这个 审长路 审长路 我问一下啊 连接数据库有什么方式啊 来三楼 My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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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和PDO 是吧 PDO 那好了 讲不公平啊 那你说说 为什么我们要讲PDO连接啊 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东西呢 啊 啊 你以为他要连接各种科技部 什么 啊 没没没 大家别说话 讲话说啥 哎 就是说 你要 你如果叫MySQLi的话 他是不是只能连MySQL啊 但是 有一种情况什么呢 就是你开发一个 你开发了一个项目 别人呢 他压根他都不知道你连 就是他都不 开发的时候 他开发的时候他都不知道你 假如要连什么数据库 是不是啊 你可以连各种各样的数据库 那这时候呢我只能选择PDO 有为什么呢 通过我只要对 PHP只要对PDO操作 PDO它就能够 去连接不同的数据库 啊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讲PDO 那PDO也是连接数据库的一种方式 啊 PDO 它是一个PHP数据对象 啊 数据对象 那么当然它是个对象 既然它是个对象 对象里面是保存的一些方法 是不是 那么对象里面是保存的一些方法 那么就通过这些方法 去 操作数据库就可以了 啊